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底 日本外汇储备余额为12315.72亿美元 相比上月减少474.05亿美元 为连续两个月出现减少 据日本媒体报道 由于日元汇率大跌 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 在今年4月26号至5月29号期间 实施了外汇干预措施 日本媒体分析表示 为买入日元卖出美元 而动用外汇储备 可能是余额减少的主要原因